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开箱一款菲尼瑞斯的双通道试播器万一表 听它的名字 大家以为它只有两个功能 其实并不是 它除了有试播器和万一表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情况发生器的功能 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台主机 外面有一层桌上膜进行保护 我们把主机拿出来 刚才已经按到开关键已经开机了 把主机放在一边 我们来看配了一些什么附件 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副 试播器的探笔 万用表的表笔 以及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线 还有一个TUFC的充电线 最下面还有一个说明书 这个玩意儿基本上都是没人看的 看完附件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仪器 刚才我们把机器开机之后 可以看见它选择在一个试播器的界面 我们按左右按键 可以进行一个菜单的缺换 可以缺换到信号发生器 万用表 以及设置 我们选到某一个功能之后 我们按这个中间的按键 可以进入相应的功能 如果我们需要返回用其他的功能 我们按拆单键 就可以返回到选择界面 重新选择所需要的功能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的试播器功能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量 现在我已经装上了试播器探头 并且接上了家里的试电 我们打开开关 就可以看见屏幕上出现了试电的波形 按上下键可以对电压档进行选择 现在是50伏 调到100伏就可以选择完整的波形 左右键是对实际的调整 然后我们可以看下面有一些详细参数 都是中文的 非常通俗易懂 等待屏幕上选择 波形之后 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键 进行截图保存 可以把屏幕上当前的波形 以图片的形式给保存下来 如果新手朋友们不会设置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按一下 ALT自动按键 它可以对试播器的其他参数进行自动设置 我们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试播器功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按菜单键 选择到信号发生器 按中间的确认键 进入信号发生器的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几种波形 正旋波 方波 三角波 半波 拳波 噪声波 直流 一共是有七种波形输出 而对波形的占空比 频率都可以设置 很多朋友会问信号发生器在维修中有什么作用 其实信号发生器在维修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运用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维修音响设备的时候 作为一个信号的输入 这就是我们在维修驱动电动的时候 可以给它在输入端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方波信号 然后用另一个试波器在输出端测试它的波形 从而来判断 驱动电动的好坏 介绍完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万有表的功能 这个功能我们也只是进行简单的介绍 因为万有表大家都会用 这个仪器它是带这个万有表功能的 我们首先还是对这个交流电压进行测量 它这个是自动的 我们无需更换档位 好 我们现在可以测到交流电压 231.4伏 我们再测直流电压 4.17伏 测量速度还是可以的 其他一些档位 我就在这里不给大家演示了 最后再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施波器和万有表的区别 万有表我们测量的是迪散的信号 施波器测的是连续的信号 可能这样说大家不容易懂 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万有表呢就相当于我们人的眼睛 施波器呢就相当于高速摄像机 如果我们在看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的时候 我们用人远器看的话 我们只能看出它从某一点到某一点 但是我们如果用高速摄像机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记录它在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施波器也一样 它可以进入我们一个信号 在任何时刻的一个变化的细节 很多情况这种变化的细节 我们的万有表是测量不出来的 就和我们万有表测量交流电 测出来是220 但是我们用施波器测的话 可以测出它的峰值电压是311伏 好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